明天要去桂林贵州了 今天把行李收拾一下 桂林那边的气温要比程度高一些 我带了春天的衣服 那边的地阶说 樊晋山的山上风比较大 需要带一件羽绒服 还是带一件薄一点的吧 带一件薄一点的羽绒服 就这些衣服了 现在我把东西都装到行李箱里 衣服就这些了 这还有冷击机 洗漱用品 所有的充电线 都是这个包里面 还有帽子 好了洗淀仙里面的东西就这些了 好了 就在明天直接走了 明天我试9点50的动车 这次就没有支架了 电车标的时候呢 看了一下 从成都到桂林的导航啊 看当时我输了这个桂林的导航 从成都到桂林1128公里 开车的话是14个小时 相当于就是要开两天时间 坐高铁的话 5个多小时 当时订高铁的时候呢 看这个从成都到桂林站啊 就是明天嘛 我订的是9点50 这一班 这个价格的话是434 当时我也看了一下机票 嗯 机票最便宜的 当时昨天看的300多块钱 但还上那个机场的燃油费 还有保险呢 加起来也是500多块钱呢 坐飞机虽然时间就是 只需要一过多两个小时的样子 不到两个小时 从家里面到机场 然后在机场候机 嗯 这个时间的话 至少都是一个多小时吧 有可能飞机还会晚点 所以坐飞机的话 差不多也是要30个小时 而且坐动车的话 我感觉就是要安全一些 如果是开车的话 时间就要长很多了 就耽误很多时间了 而且我觉得开车的话 最好是两个人以上 我觉得这样开车的话 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如果是一个人的开车的话 这个时间太长了 所以呢就是 我后来还是订的是高铁的 到了桂林之后呢 他们第一街的那边 要来接我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坐高铁 还是挺方便的 最主要的呀 就是我觉得高铁呢 坐起来可能要舒服一些 今天